試過去看景、找景的時候 劇組工作人員都告訴我那裏特別厲害 請問這次這套手機見鬼 為何會用手機噴?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既然的戲名叫做手機見鬼 不如試試用手機拍一套電影 古怪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個就是試過去看景、找景的時候 劇組工作人員都告訴我那裏特別厲害 我們都很聰明就選擇盡量日頭去看 是一個廢製的軍營 香港的廢製軍營 但名字我就不太記得了 我們去看的時候 說明廢製軍營是沒有水沒有電的 你晚上就不能看 日頭、下午就要去看 如試者看了幾次 都要去復檢究竟是否真的這個景 最後決定是這個景 帶來動作導演、美術、所有有關工作人員都要在那裏開大會 因為落實在那裏開大會 在那裏開大會 確實了 這個單位要翻身 要預算哪裏 要調威也 到時我記得還要一場戲是放火 那些氣候要怎樣走 各部門都要去準備好 那天就談談談 因為真的太多事情要交代 安排 就談到很晚 那時我記得是冬天 六點半鐘就黑了 結果談完 我就先走了 導演通常可以先走 他們還慢慢度車開會 一出到停車場 我的車大概拍了在一個多些的籃球場距離 一出到去因為天黑了 當然沒有街燈 黑了 又未至於不見五指 但總之就黑了 那我一看到這個環境 我心裏便第一時間 就想 說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就說 如果這個世界是有鬼的話 這裏應該就有了 那我真的一說完 心裏便說了這個說話 是的 就開始聽到很遠處有個可樂罐的聲音 即是鐵罐的聲音開始滾動 那距離告訴我 我感知就是大概三個男朋友長的距離 開始聽到很明顯是有些滾動的聲音 一個鐵罐 於是者我又向著那輛車的方向去拿車 那我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便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近 那我又說了心裏便說了第二句說話 我就說你不是打算來找我 那又繼續向前走 他便真的越來越大聲 直至我已經覺得他已經很近 動得很大聲 那我就已經肯定了他是來找我 但他怎樣找我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去到那個停車場 那很自然就是一開門 那我的視線都是向下的 開門開車門 一開車門那個視線向下的時候 那個可樂罐呢 就是經過我的車底 滾出來 剛剛在我的腳的前面 你聽清楚一下 是腳的前面沒有碰到我的情況之下 停下了 即是說這個可樂罐 是這麼遠地方一路滾一路都沒有停過 是唯獨來到我的腳的前面 自己停下 那其實就沒有話可說的了 那我就當時真的有種感覺 就是有一隻腳麻到上頭 那立刻一上車就立刻 車都不撻住了 就立刻打電話給我的副導演 只要我們再來這個境 出現在這個境的時候 每一次都要幫我不停地消夜 不停地消夜 消夜給他 是 那我相信 首先他是來找我 是 第二他找我一定是有個原因的 就是 你們是決定在這裡拍 你們決定在這裡拍戲 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們是在這裡的 你也是說得是那個 應該大家都共處共榮 都是相安無事的 總之就是天天燒 真的天天在這裡燒 對 燒 是 是 我想拍了整個禮拜 你都要燒 不能不燒 是 因為這些已經是 是 是 直接給你了 是 他們要的東西你就給他 是 那我其實這樣問 你一定是相信鬼 是 當然相信 那你其實之前有沒有說 見過或者其他親身的人 真的見過 兜口兜面是沒有的 純粹都是感覺到 是 就好像剛才那個例子 你說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科學解釋 也有的 風吹 風吹 是不是才有多奇怪 風吹一個罐 來到你腳前面剛剛沒有風 就停下來 你可以這樣解釋 那你有任何宗教信任嗎 我也有的 我也信天主教 其實賭人香善的 我也信的 但是你又叫輩導員燒衣 沒有衝突的 我沒有衝突的 是 不是燒給我 大哥 我不是那些人 是燒給那個人 都可以的 可以 沒有問題 沒有衝突的 其實你也是一個敬畏之心 是 沒有親身的人 沒有特別 真的見到 兜口兜面那種